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DHCP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其实也算是应用层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协议了 那么本节课我们就来学习这个协议它是什么 以及它解决了什么问题 那么首先DHCP它是这几个单词的缩写 DHCP 那么它的中文名字叫做动态主机设置协议 那么DHCP它主要是工作在局域网的 因此它是一个局域网协议 那么什么是局域网呢 我们在这里面来回顾一下 在前面我们在网络层的时候 我们了解了对于IP地址的划分 它其实是保留了三类地址的 那么由这三类保留地址所组成的网络 我们就称之为局域网 然后局域网的设备 如果说需要和外网进行通信的话 那么通过的是这个NAT技术来进行外网的访问的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局域网的一个回顾 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DHCP呢 它是运用UDP协议的一种运用层协议 也就是说它主要是使用这个UDP的这个存储层协议 而进行这个信息的通信的 那么在前面我们在学习这个DNS的时候呢 这个DNS呢也是使用这个UDP的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没有特别的强调 因此呢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来说明一下 那么对于这个DHCP协议 它主要解决了什么问题 或者说它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那么在前面我们了解了网络层 我们知道不同的设备 不管是手机笔记本 或者说是平板电脑呢 他们在需要进行网络连接的时候呢 他们都需要配置一个IP地址 那么这里面呢就会有疑问了 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平板电脑经常的需要移动 有时候呢在家对吧 有时候在公司 有时候在户外 但是呢我们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们好像并不需要进行这个IP地址的配置 就可以进行这个网络的连接了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DHCP的功能了 它提供了一种机制 叫做这个极差极用联网 这里面呢 如果说不同的设备 它使用了这个DHCP协议的话 那么就不需要自行的去配置这个IP地址 是什么 只要你用了这个协议 你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网络 只要连接上这个网络呢 就可以进行联网了 那么它主要是由这个DHCP来实现的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以这个计算机为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HCP 它是怎么样工作的 那么这张图呢 是关于这个计算机的IP的一个配置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配置 分别有这个自动获得IP地址 以及使用下面的IP地址 还有这个自动获得DNS地址 以及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 那么如果说我们使用这个自动获得IP地址的话 那么就相当于是启用这个DHCP协议了 它会允许我们自动的从这个网络里面 获得这个IP地址是什么 也就是临时的分配给你一个IP 你暂时的可以使用这个IP来进行这个网络的连接 那么这个就是DHCP的主要功能 它分配给你一个临时的IP 你不需要自己去配置 然后呢 你就可以使用这个临时的IP来进行这个网络的连接了 那么这里面呢 对于这个临时IP呢 它一般都是一个内网的地址 那么对于这个内网地址呢 通常都会结合我们前面所了解的这个NAT技术 网络转换技术来进行这个网络的连接的 那么对于这个临时的IP呢 它其实也不是永久的给你使用的 因此呢 这里面有一个租期的概念 也就是说给你使用的这个时间的长度 那么在这个租期以内呢 你可以使用这个IP 那么如果说这个租期已经到的话 那么就需要回收这个IP了 但是呢 这里面如果说一些主机或者设备需要继续使用这个IP的话 那么也可以去续租 那么这个是跟我们的租房子是类似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对这个DHCP的过程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 那么对于一个临时加油的设备呢 它刚开始的时候 它是不知道自己的IP地址是多少的 那么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得到自己的IP地址呢 这里面呢 我们知道这个DHCP呢 它的服务接近的端口是67端口 那么对于一个新加油的设备呢 它首先会广播这个DHCP发现报文 通过这个发现报文呢 发现这个DHCP服务在哪里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也看到了 它使用的是UDP协议 那么UDP协议呢 它是位于这个IP地址之上的 那么IP协议呢 它不是有一个IP吗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报文 它是怎么样填写自己的IP的呢 那么其实对于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报文呢 它的IP地址 它会全填写为一的 那么代表说它是一个广播的报文 然后呢 DHCP服务器呢 就收到了这个报文 然后它就知道 原来我们的本地里面呢 就有一些设备 需要进行这个动态的IP地址配置 因此呢 这个服务器就会发出一个DHCP提供报文 告诉它说 我这里面可以提供这个DHCP服务 那么当这个主机收到了 来自于DHCP服务器所发出的 DHCP提供报文之后呢 它就可以知道原来你的这个机器 可以提供这个DHCP服务 因此呢 这个时候主机呢 就会向这个服务器发出一个DHCP请求报文 那么DHCP就进行这个回应 并提供你的IP地址是什么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首先是进行这个DHCP的发现 对吧 然后呢 这个服务器进行一个提供的回应 然后再进行请求 然后再进行应答 那么这个呢 就是DHCP的过程 那么通过这一系列的步骤呢 这个主机就拥有了自己的IP地址 然后就可以进行这个网络的访问了 当然了 在这里面呢 这些步骤主要都是在这个局域网去完成的 最后我们简单来总结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首先呢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DHCP它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DHCP的作用 那么它主要是为这些临时加入主意网的一些设备 提供一个临时的IP地址的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简单的了解这个DHCP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好的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我们在那边 然后 我们船人 我们在那边 我们在那边